启示录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与蒙埃的城 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贾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害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死亡和阴间